現場對於行政院的態度 救災的態度是不是也有一些看法 行政院的三部很冷血 那我認為行政院應該要有三要 就是慈悲心 指揮官 撥款重建 這個三要 行政院應該要這樣做 那慈悲心就是馬英九總統 曾經在2009年1月1日 曾經要求所屬的公務員 大家要有觀世音菩薩 聞聲救苦的慈悲心 他這樣講過 那第二點就是指揮官 大家都知道有關於災害的防救 那應該中央要有一個災害的應變指揮官 然後派到高雄 那如果說主持會議的話 就雙主席 陳舉是高雄的指揮官 那中央有一個指揮官 那這樣的話要協調 要救災 要重建 才會比較快速 那再來就是要撥款重建 大家也非常清楚就是 雖然災害發生有災害的準備金 但是後續的這個重建經費 還是要中央來補助 所以我認為這個有關於高雄 這次氣爆的一些重建的部分 中央應該要撥款補助重建 院長認為這個跟各式民黨的執政有關係嗎 我想這個各界當然有不同的揣測 那我是希望馬政府不應該讓大家有政治的聯想 它事實上跟內政部有關係 跟經濟部有關係 跟環保署有關係 它事實上就是牽涉到幾個部會 那你說要陳舉 就是說要一個直轄式的指揮官 去指揮這一些 跟中央部會或者國營事業 那當然這個指揮就很難 就是說要協調都很困難